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中國油畫家詹建俊1月11日去世 小年92歲 說到詹建俊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誰 但說到他的油畫作品《狼牙山舞壯士》 在大陸可謂家喻戶曉 然而 這副作品背後的故事情節 卻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1958年 中共為慶祝建政10周年 創作重大革命歷史題材 《狼牙山舞壯士》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 27歲剛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不久的詹建俊 就接到了上級指派的政治任務 根據規定的題材作畫 1959年完成了《狼牙山舞壯士》這幅油畫作品 這是詹建俊畢業後完成的第一幅油畫作品 也是他的成名作 還被選入中共教育部小學美術課本 詹建俊從此名利雙手 被中共譽為中國著名油畫藝術家、藝術教育家、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中國油畫學會名譽主席等 2015年9月 中共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周年閱兵儀式時 10個閱兵方隊中的第一個方隊 就是《狼牙山舞壯士》部隊的方隊 可見中共對這件事的重視 然而 當我們深入了解《狼牙山舞壯士》有關的故事情節時 卻發現 在官方不同宣傳資料中 包括跳崖人數、跳崖地點、怎麼跳的等等 都有很多相互矛盾之處 這讓人不得不懷疑 《狼牙山舞壯士》究竟多少是真的 我們先看看《狼牙山舞壯士》的官方版本 根據《小學語文教科書》、《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報導 1941年秋 日軍掃蕩禁察記根據地 9月25日 日韋軍約3,500余人圍攻一縣《狼牙山》 禁察記軍區第一軍分區一團七連 奉命掩護黨政機關、部隊和群眾轉移 該連六班、馬寶玉等五名戰士 擔負掩護主力和老百姓轉移的任務 五人分散射擊 使日韋軍誤刃咬住了八路軍主力 將其引向狼牙山棋盤駝峰頂絕路 五人打推日韋軍多次進攻 避傷90億人 子彈打光後 人用石塊還擊 最後硬死不屈 毀掉槍枝 喊著口號 縱聲跳下樹十丈聲的懸崖 馬寶玉 胡德林 胡夫財壯烈殉國 葛鎮林 宋學義 被山腰樹枝掛住 富商歸隊 眾所周知 一個完整事件應該有最基本的元素 包括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怎麼發生的、為何發生等等 但在《狼牙山武壯士》中 除了時間外 其他元素都有虛假成分 《狼牙山武壯士》這個影響中國幾代人的故事 最初來自《禁察記日報》 特派記者沈仲創作的一篇通訊 棋盤陀上的五個神兵 但在隨後的許多宣傳資料中 比如宋學義的回憶文件在《狼牙山》上 中共軍方的《禁察記軍區關於學習狼牙山武壯士的訓令》 對故事情節的描寫出入很大 招致了許多人 包括歷史學家的質疑 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要屬歷史學者 炎黃春秋雜誌原執行主編洪正快 2013年 他先後寫了兩篇文章 對《狼牙山武壯士》的官方版本提出質疑 因此也招致中共的報復 吃了連環官司 那麼《狼牙山武壯士》的歷史真相到底如何? 中共對檔案的管理十分嚴格 除非中共願意公開 否則民眾無法看到 不過 因官司原因 《狼牙山武壯士》後人的代理人 得到解放軍檔案館提供的一份檔案 《禁察記軍區司令部》1942年2月1日做出的 《禁察記軍區》1941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 凡早到戰役總結 根據這份檔案的部分內容 以及北京軍區公布的相關材料等 《狼牙山武壯士》的歷史真相開始浮出水面 證實洪正快對中共官方宣傳的《狼牙山武壯士》 《世紀》的質疑都是成立的 史料檔案顛覆了中共官方版本的說法 第一 官方版本一直宣稱 當日阻擊日軍的只有五個人 而檔案記載了五人跳崖之前已經陣亡二 即六班至少有七個人 而跳崖未死的葛振林曾說過實際上有十二人 巧合的是 日本岡山大學近代史教授江克什也認為 八路軍被圍於崖頂人數在七人以上 這說明官方版本說的五人是不實之詞 第二 官方版本稱 《狼牙山武壯士》的作戰目的 是將日軍引向狼牙山棋盤陀峰頂絕路 而檔案明確寫著 日軍當日行動的主要目標 就是佔領棋盤陀 並且當天中午十二點 日軍已經佔領棋盤陀 可見 日軍不是被引到那裡的 而是自己打上去的 第三 官方版本裡 武壯士的跳崖地點是棋盤陀頂峰 但2003年《百年朝》第六期刊登的 《夜徽南 狼牙山》的真實故事一文 詳細說明 跳崖地點是小蓮花峰 之後 龍牙山景區官方也確認是小蓮花峰 並且樹立了標誌 2014年 中共國務院頒布的文件 確認跳崖地是小蓮花峰 檔案中也證實 跳崖地確實不是在棋盤陀頂峰 第四 官方版本的描述 整個作戰過程是完全主動的 但檔案中說得很明白 六班戰士是退路被敵截斷 無路可走 換言之 就是被追殺 而且 1951年8月1日 《人民日報》刊登的 葛正林寫給毛澤東和朱德的信眾說 當日情況是班長馬保林指揮我們撤退到一個 從沒有人到過的宣崖上 若其所述屬實 就是撤退 更談不上主動了 第五 就是跳崖的真實性 根據檔案和北京軍區後勤部公布的材料等 被日軍截斷退路的六班 死了兩人後 剩下的五人退到一個從沒有人到過的懸崖上 關於跳崖 葛正林後來承認 跳的地點不完全一樣 死了的三人是或許是跳崖 據他自述 幸存的兩人 則是溜 滾 竄 1946年 中共文藝機構在沿岸的出版物 也說是三跌二溜 而1995年8月 《陽城晚報》又刊登了一篇文章 稱武壯士跳崖是三跳而溜 馬寶玉等三人跳崖犧牲 葛正林、宋學義是順著崖壁溜了下去 此外 公開資料顯示 日本對9月25日的狼牙山戰鬥也有記錄 記錄中說 當日山頂上有十幾個人 日軍沒有出現一名死亡者 只有一名一等兵負傷 所以 中共史料宣稱的武壯士殲敵50名 用地雷炸死50名日軍的數字 並不是真實 還有 根據民間傳說 中共的武壯士並不是正經的軍人 而是散兵游泳 1985年 電影劇本《狼牙山武壯士》的作者 刑野的一個下屬 隨上山下鄉工作組 去狼牙山所在地義縣 做農村狀況調查工作 在狼牙山西側的干河和武永村 走村串戶待了至少半個多月 期間 他們也到過狼牙山西側的龍王莊 聆聽了當年的老游擊組長 然淵彤老先生對武壯士故事的另一種描述 其中寫道:「我們圍坐在他家的小院裡 喝著水聽他的講述 很顯然 然老先生是一個直爽健談的人 我們注意到 他的老婆不斷地用眼神瞪他 企圖阻止他給我們講當年的情形 但是他卻固執地講了下去 並氣憤地說 書上和電影上都是瞎編的 這使我想起了我們在干河時 有許多人曾勸我們的話 你們還是別去了 去了就沒有教育意義了 然淵彤老先生說 他當時也曾帶領遊擊組阻擊過那股日軍 但因寡不敵眾被打散 就躲在狼牙山對面山上的樹林裡 而那幾個人因為不知道狼牙山是一條絕路 就跑了上去 再想往回跑時已經無路可走 於是就斷兵相接 與鬼子拼起了刺刀 但是因寡不敵眾 拼不過敵人 邊平邊退 加上只顧前不顧後 不小心摔了下去 並沒有來得及 喊什麼口號 敵人退走後 他還上去查看了掉牙人的死活 他特意指出兩點 跑上絕崖是迷了路 河北狼牙山 而是在河南鄭州 人數也不是5人 而是50人 1944年的獄中會戰 日軍進攻初期選擇的兩個突破點之一 是河南鄭州附近的芒山頭 當時的戰鬥非常慘烈 在芒山頭的戰鬥中 國軍85軍與十一師王興昌營依靠山地地形拼死防禦 而日軍以十倍炮兵和數倍步兵攻擊 芒山頭地區的魔鬼頂陣地 日軍用重炮封鎖了王興昌營身後的道路 國軍增援部隊根本無法靠近魔鬼頂 所以 王興昌營區區一個營是孤軍奮戰 日軍預計3至4個小時佔領魔鬼頂 但是打了12個小時 還沒有決定性突破 在司令部的怒斥下 當晚 日軍全部戴上防毒面具 對準魔鬼頂陣地 發射了大量催淚性和窒息性毒氣彈 夾砸著一些煙霧彈 而國軍沒有防毒面具 只能用毛巾沾上水 甚至是尿擋在口鼻處 在毒氣 王興昌營長和剩餘的幾十個官兵 不想暈倒後 被日軍火捉 他們經過短暫的商討 一致決定跳雅殉國 寧死不作服辱 他們先是用力將槍枝砸碎 扔下山崖 隨後 一個接一個 從魔鬼頂上跳下山崖 墜入黃河 少數不能行動的商員在2016年2月25日 炎黃春秋原執行主編洪正快 在《紐約時報》刊登文章 《中共英雄的歷史真相 誰說了算》 本招證為 黃牙山武壯士是抗日戰爭中出現的 比起黃紀光 邱少雲是抗美援朝及朝鮮戰爭出現更有價值 文章說 中共在抗戰中的功績 也需要這一抗日英雄群體形象的支撐 因為中共在抗戰中沒有更有名的英雄事蹟可供宣傳 事實上 中共抗日是假 發展自己實力才是真 狼牙山武壯士就是中共為了宣傳自己抗日功績 而打造的一面旗幟 洪正快在文章中還說 僅十幾年 互聯網上人們紛紛質疑中共在歷史上塑造的英雄形象 包括黃紀光、邱少雲、狼牙山武壯士等等 這種質疑反映了尊重常識 了解歷史真相的願望 既是老百姓的覺醒 也反映了民心民意 對中共宣傳的不信任 乃至對中共的不滿 好了 我們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轉發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